25级红鸣高手啊挑战叶峰一个玛丽啊叶峰的话呢只上一个玛丽后面两个角色是不能上的啊如果玛丽一死的话那就没有了 看看叶峰能不能让他尝试尝试啊尝一尝这个倒地不起的滋味啊抱一抱 打低点套得还不错哟完了这下葵花收招慢了冲过来重拳前清拳啊然后必杀跟上 空中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好打大猪大猪这个角色一般来说很怕玛丽的哈特别是等级不对等的时候AB过来 啪到对手的战B带抓一套下来抱一抱夹猪头那能AB吗小伙子再抱再夹猪头落地逆向再抓再夹猪头 有一种倒下叫做啊长跪不起哈 啊讲一个乱动没正能阵嘛兄弟啊有这么卡真的啊风险很大啊 哎他这一波没跳哈黄狗想撒尿但是他没有跳黄狗撒尿之后如果跳是会接一个生龙夹的打高点还行哈 啊落地抓爆气震出来哎哟可惜又被破了呀哇塞直接戳过来假死啊好点个赞接着看 跳西别动啊你不动你想防那我就抓了加一波头哎还会切防不错哈果然有25级的水平再来跑一小段再来生龙夹我去这跳地吧打晕了哈 打晕之后还没来得及起身又被夹了头了我去啊 啊AB抓嗯又倒地了又要长倒不起了 好呀爸 防住了 防住贴身再来压制还好嗯 有复合指令这个转 diaper还可以啊 嗯 哎呦滑踩 哎抱一抱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啊不好搞 稳着点啊又对点 打玛丽不要急 可以了直接跳过来抓 打低点别动了你啊 你有气的话还可以摇一个必杀 哎呦完了完了啊 可以摇一个安全必杀 来把测智商 小伙子智商不够啊 好关注修修 会走的哟